天下娱乐灵记里大家晚上好 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娱乐在线 我是贝贝 今晚呢由SMG影视剧中心投拍的电视剧 蜗居已经正式开播了 其实在蜗居之前 它的两个姐妹片双面娇和王贵与安娜 就已经获得了很多观众的喜爱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 这几部电视剧都将视角聚焦 在婆媳关系还有夫妻之道上 对每个人的现实生活都很有启发 这一次与观众见面的蜗居 主要讲述的就是 大家都十分关心的房子问题 如何在大城市中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 海平还造两姐妹做出了截然不同的选择 小白领海平结婚生子 一家三口却只能窝居在十平米的出租房内 为了在城市中拥有属于自己的家 海平与丈夫历经波折 亲情爱情面临极大靠 而妹妹还早为了帮姐姐筹钱买房 一步步陷入物质的泥潭 放弃原来的爱人投身到一场不伦之恋中 最终一无所有 电视剧《窝居》以房子为切入点 讲述了一出真实的生活悲喜剧 折射出的社会现象更是发人深情 其实此类题材电视剧正是编剧《溜溜》所擅长的 当年根据她的同名小说改编的家庭伦理剧《双面娇》 就曾在观众中引起极大共鸣 我切了二十八块 你吃了八块 你爸吃七块 他一个人就搞了十三块 你又熟你 我帮你那碗肉要了点家里 我兑点菜 我跟你爸能吃一个礼拜 你说这日子要那么吃 那得多伙食费 你家里趁个金山 也架不住这么臭 别说你还得那个什么 交那个房子的贷款钱 还得买衣裳 我的妈呀 你说你们俩 多手衣裳 那几个身子穿 一天换一件 我看一个月 都不再同样 剧中发生在上海媳妇和外地婆婆之间的种种矛盾 几乎是不少当代家庭的真实写照 电视剧播出时如何处理婆媳关系 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话题 从我们这一代人来讲起来呢 就是说有很多事情不能就是说 一定要是 要长一代老一代人的这个这个观念 那是不行的 这两个像我七两个 这一样是干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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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方婆婆十分看不惯 什么时候等我觉得 像孩子不是负担了我再生 要是不能给孩子好的生活 那我跟亚冰说了 那还不如先不生呢 也有不少观众感叹 现实生活中 有不少80后年轻媳妇身上 都有力真的影子 他们大多生活自理能力不强 没有做好为人妻为人母的准备 有的是不讲道理 有点好像有点过分 像我觉得我的小媳妇就有点过分 人家都是我这个婆婆很好的 但是她反而有的时候还不满意 不满意 最好就是 亚亚总是能够 她就像人家说的 一来伸手放来伤口 什么事情都不要做 还像做姑娘那个样子 这个肯定不行的对吧 如果您太太跟您母亲发生矛盾 你是帮您太太还是帮您母亲的 这个到时候就要看了 对吧 不能一味地去帮她或者帮谁 最好他们两个都好 解决这个矛盾 在电视剧双面交中 主人公并没有迎来一个圆满的大结局 由于婆媳关系引发的夫妻矛盾 最终使丽娟和亚萍 这对原本恩爱的小夫妻分道扬镳 那么究竟该怎样处理婆媳关系 化解夫妻矛盾呢 双面交的姐妹片 王贵与安娜给了观众一个不错的参考 两口子不吵架是不太可能 吵架是很正常的 不过还行 我挺喜欢吵架的 因为你不吵架怎么能好呢 你得让她发泄啊 影片王贵与安娜中 农村来的王贵与自己的小丝太太安娜 也曾争吵不断 特别是当王贵的母亲 加入了他们的生活之后 安娜与婆婆之间的关系 一度水火不容 这时看似木讷的王贵 巧妙地采取了冷处理的方式 再加上赵母娘的从中斡旋 终于化解了这场夫妻战争 虽然电视剧中的处理方式 有戏剧化的成分在其中 但不少观众却认为 其实现实生活中 无论是长辈包容也好 小辈体谅也罢 最重要的还是 并着以和为贵的原则 来处理家庭矛盾 而剧中出演王贵的演员林永健 也对如何处理家庭矛盾 颇有心得 因为在他看来 男人是家中最好的调和剂 如何把家里的矛盾 化干戈为玉帛 是广大男性同胞 应该好好钻研的一个课题 生活当中 一遇到这种情况 对方嘚不嘚嘚不嘚的时候 我就走开了 我就找地儿抽烟去了 把个角落一待就完了 你让他这个 缓一下 缓一下 可能处理问题上 下一步处理更好一些 你别 他强势你也强势 这样就不好了 和谐 那肯定是我先认错 谁让我是男的 所以说男的他多难 对不对 与雷大电上海报道 昨天演员周杰撞车 一案有了新的进展 北京朝阳交通支队 周杰做出了行政拘留 五天罚款2200元 人民币的处罚决定 而周杰的代理律师表示 对于这个结果 他们将进一步申请行政复议 其实早在三天前 周杰从西安返回北京时 就接受过新浪网的独家专访 当时周杰曾经一再表示 自己只是一个普通人 遇上了也只不过是一件 普通的交通事故 却没想到会引起如此轩然大波 周杰坦言从6月2号事发至今 他的心理压力一直很大 围绕着他肇事逃逸 并拒绝探访伤者 缺乏基本道德的指责 不绝于耳 让他苦不堪言 甚至萌生过亲生的念头 我甚至跟我的朋友说 可能我现在死了 我自杀了 才能解决这件事 老实说我想过自杀 可能你们觉得可笑 可能你们觉得 为这么一点事情 你们自杀了 太不值得了 但是从我内心的角度来讲 我无数次的站到过窗前 想到过我要掉下去 是什么样 我不怕丢人 不怕难看 我真诚的说 不过周杰的主观情绪波动 并未影响这起车祸案的最终判罚 7月2日 北京警方就已经明确事故责任认定 认为周杰在该车祸案中负有主要责任 而就在昨天 朝阳交通支队进一步对周杰 做出如下处罚决定 周杰驾驶无排号机动车 罚款200元 聚扣6分 超速行驶罚款200元 继扣3分 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 但尚不构成犯罪 罚款1800元 并处行政拘留5日 继扣12分 综合起来 周杰在该起交通事故中 总计被罚款2200元 扣21分 行政拘留5日 此外周杰还将依法被扣押驾驶证 重返驾校学习并考试 得知这一处罚决定 周杰的代表律师表示 他们对于超速行驶 以及事故逃逸 两方面存有意义 不排除进一步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行政诉讼的可能 而关于行政拘留5天的处罚结果 周杰的代表律师表示 已经向朝阳交通支队 递交了暂缓执行的请求 虽然对于车祸案的判罚 还保留意见 不过周杰本人 在接受采访时也承认 在事故中 自己的确还有做的不得当之处 第一 我不应该走 我应该留在现场 第二 我应该在出事情以后 看到有负面新闻出来的时候 我应该马上接受采访 马上把事情的经过说出来 而不应该以我以前的这种老方法 那么 只有到 事情到万不得已了 我才站出来 这个是我不好的地方 要细取教训 先以来再见 综合报道 7月28号是唐山大地震 33周年的纪念日 根据这一事件为背景 冯小刚导演筹拍的电影 唐山大地震 也在28号举行了记者会 陈道明 徐帆等主演集体亮相 除了女主角张静初学习之外 主演徐帆 陈道明 陆毅等人全体亮相 所有人都身着素色正装 以表达对唐山大地震 罹难同胞的哀悼 而冯小刚则代表 唐山大地震剧组 在唐山抗震纪念碑前 尽显了花篮 最从筹拍唐山大地震以来 冯小刚已经在多个场合 发出过任务艰巨 困难重重的感慨 其中最大的考验 还是源于资金紧张 为此冯小刚曾公开 向全国人民征集 六七十年代的生活用品 以解决经费不足 导致的道具制作困难 没想到居然得到 不少群众的响应 道具的问题解决之后 冯小刚又把省钱的脑筋 动到了演员身上 最大的收获便是动用 私人交情请来陈道明 陈道明已经连续几年 稳坐内地电视剧演员中 最高片酬宝座 这次为了缓解冯小刚 苦恼的经费压力 他甚至愿意分文不取 这次我聊地震的时候 跟陈道明聊起来 他说小刚 你要是拍地震的电影 我可以免费去给你演 我给你帮你忙 我跟小刚关系就是这样 就是合同我也不管 剧本我可以不看 他那时候还没有剧本 没有完整剧本出来 所以呢 这一切我就说 你说了算就完了 因为我觉得其实 基于一种信任 而冯小刚妻子徐帆的加盟 则是两人继2004年 电影首期后的再度合作 按理说徐帆支持丈夫的工作 免费出演也算正常 但被问及片酬问题的时候 徐帆依然打起了太极 这个还是要 说 这是很正常的情况下 这该多少钱是多少钱 当然冯小刚也保证 节一缩时候拍出的 唐山大地震 绝对不会比好莱坞大偏迅色 至于票房成绩 他更是放出豪言 将会突破无益 我每一次我说我要达到一个多少票房的时候 可能很多人都会怀疑 觉得我说大话 但是我没有一次不 瞬间 我的这个对票房的承诺 一次一次刷新的第二个记录 所以我没有实验过 在中国电影 在中国电影导演 去再找第二个人 没有了 新娱乐大圈 唐山报道 汇集了刘德华 刘嘉玲 梁家辉等诸多明星的电影 敌人节可谓阵容豪华 在这么多明星当中 李冰冰的工作态度最拼命 近日呢 一段他在拍摄 五戏时不幸坠马的视频被披露出来 从画面当中看 当时的情形相当严重 在电影《敌人节》中 李冰冰扮演武功了得的侠女上官静儿 然而侠女并不容易当 在最近一次拍摄一场骑马的戏份时 好强的李冰冰坚持不用替身 亲自上阵 没想到在实拍时 马儿忽然受惊 李冰冰应声落地 表情相当痛苦 刚才不知道为什么会突然惊着 就一直一直一直往另一个方向 然后我就试图想去控制他 把他转回来 就怎么都没控制得了 对马之后 李冰冰还不慎被马踩到了脚 当时觉得完蛋了 肯定是断掉了 他踩了我好几脚 这边里面的血管已经破了 这边血管已经破了 里面很破 当街华谊兄弟的老总王中军 正巧在现场 听闻这个消息 他赶忙来到李冰冰身边 询问情况 这段画面 恰巧被一旁的工作人员 记录了下来 在披露出来后 李冰冰又多了一个 拼命三郎的外号 而在上周末 当新娱乐大线记者 再度前往敌人节片场探班时 李冰冰表示 自己对马后的伤势 已经基本康复 那天他就是被太阳伤吓到了 然后就突然前提跳起来 我也没什么准备 就从马上摔下来 很狼狈的样子 当时被马踩了一脚 踩到我的脚上 我以为 如果地上不是因为有沙子 我觉得肯定断了 我是觉得不幸中的万幸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 然而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敌人节拍摄的后期 正赶上江浙户一带的三福天 再加上要穿着厚实的戏服 在灯光照射的石窟中拍摄打戏 可把李冰冰热得够呛 每拍完一个镜头 李冰冰脸上都大汗横流 经过反复十余次的拍摄之后 走出石窟的李冰冰 已经汗水满面 十分狼狈了 就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压力下 李冰冰再次病倒 几天前 他因为过度劳累 被查出肺部压缩70% 住进了恒电附近的一家医院 接受治疗 好在经过了紧急救治后 李冰冰已经于昨日晚些时候出院 而劳模李冰冰也表示 为了不影响整个剧组的进度 他将从今天起进度 继续完成敌人节剩下的戏份 对这部戏 对这部戏 你会继续坚持下去拍吗 对明天就开工了 明天会有两个话 好谢谢 谢谢你 好谢谢 前雨了再见 综合报道 最新一期的明歌大会节目 要和观众见面了 这期节目当中最亮眼的要属师圣洁 向上脚球说学逗唱 这次他真的唱起了明歌 马林是这场明歌大会中最多才多艺的一位 舞蹈演员 服装设计师 主持人 演员 凡是和艺术搭边的 马林基本上都没落下 所以他的这首阿瓦人民唱新歌 很具专业水准 毕业于北京舞蹈学院 民族舞班的马林 带歌在舞自然不在话下 不过在自己妈妈面前 马林却得甘拜下风 要知道 《西游记》中的天宫五千首观音 等作品可都是她的杰作 在云南采风十五年的马林母亲 还当场秀了一段孔雀舞 马林打的是金型牌 孙浩泽跳起曾经红金一时的PB舞 甩头舞和过电舞 用怀旧的舞姿勾起人们的美好回忆 听完舞技 孙浩泽与言归正传 带来民歌《草原生起不落的太阳》 爱静离开乐坛已经十年 虽然没有新歌可以带给歌迷 但是那首《我的1997》 又把大家带回到香港回归的时候 侯宝林的徒弟郭德纲的诗书诗圣节 刚刚从少林大会走出来 又走进了民歌大会 带来歌曲《沐鱼时的传说》 有一个美丽的传说 精美的诗首会唱歌 三句不离本行 吃上别唱着唱着就开始唱相声了 新雨的在线综合报道 昨天晚上歌手《祖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办了一场大型个人演唱会 孙楠作为嘉宾参加了演出 两人合作了多首经典作品 融合了民族和流行双重元素 别有风味 除此之外 著名演员陈宝国 唐国强 鲍国安等也上台表演了诗朗诵 为整台演出 请上天花 同样在昨日 歌手于成庆在台北度过了他48岁的生日 特别的是这个生日 他是和自己主持的百万大歌星节目组的全体人员 一起度过的 而儿子小花莉也在爸爸生日的大喜日子送上了礼物 不过这份礼物却让于成庆哭笑不得 他说有送我东西 我说那个是生日礼物 他说对呀 我说可是我都没看到 他说因为我已经吃完了 他开心我就开心了 也送蛋糕就对了 什么什么 小甜点 对对 他送的是我喜欢他也喜欢 不过他比我喜欢 近日张艺谋指导的今天三腔拍案惊奇剧图 已从甘肃外景地转回北京 怀柔影视基地 继续室内部分的拍摄 两位主演孙宏雷和小沈阳 在片中的造型也清晰曝光 孙宏雷的服装主要以黑色为主 显得比较沉闷 而小沈阳的服装则鲜艳很多 从中可以看出两人在新片中的人物特征和性格 欢迎回来送奖时间 首先要送出的是德式服务卡500元的一张 然后就是我们暑期很丰富的文化市场 大型情品剧胡桃家子的演出门票两张 放电影院的电影观摩券两张 还有2009迪士尼舞台剧小熊维尼的演出门票两张 还有以类洗面上海演唱会的门票两张 我们娱乐在线给你很丰富的情感体验 来看一下所有的票送给一位朋友 三二一停 恭喜尾号297的朋友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欢迎回来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 感谢大家收看 想了解更多的娱乐资讯 每晚锁定 新娱乐在线 我是贝贝 明天见 让我想一想 问一问 怎样的拥抱 才叫做永恒 爱与恨 找不到很晚 热与恨 全都让我沸腾 一场梦还在心里翻滚 你却装作不承认 故意不承认 像个不自识的人 忽怨忽怨